第一的第一 這故事是真人真事 發生在我女兒 我想是讀K3 或者升小1的時候 她曾經跟我說過 Mamia,我很想 入學校的遊戲隊 代表我們班去參加比賽 沒多久就聽到 她真的入了遊戲隊 但她就告訴我 是做後面 可能知道故事的結尾 其實她只不過是後備 我還記得 在準備遊戲隊 出賽前 我們一起祈禱 我的祈禱就是 天父爸爸 你讓瑩瑩有機會出比賽 誰知在祈禱裡 瑩瑩就停了我 她剛剛不行 我問為什麼 因為老師說 除非同學跌倒 我才有機會出賽 如果我這樣說 那些同學會 我不要我不要 當時我們很感動 當時我們真的很感動 第二天 瑩瑩真的不能出比賽 但那天晚上回來 我特意拿了一個獎牌 又寫著愛心兩個字 就把這個獎牌掛在她的頸上 我說瑩瑩 你雖然不能出比賽 但你贏了一個愛心獎 在我們這個時代 人都說要贏在起跑線 贏是否這麼重要呢 當我們教會我們的小孩子 如何去面對輸 輸得起 沒有被人選中 我覺得這件事 又或者我們教她 看到她對人的愛心 這些東西 都是比贏更加重要的